大家好 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继续分享一下 PS5平台上玩PS4游戏 哪些可以到4K60帧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最终幻想7的重置版 这是PS5版 这是PS4版 先看PS5版 2160P 这个效果我是看过的 画面确实很精致 但是3帧的效果不是很舒服 它的性能模式是2K的 1440P 而且也是动态的 这两个都是动态的 它是60帧的 这个效果很顺滑 但是图形的质量 画面的质量 照着2160P还是差一截 肉眼可见 另外他这提到了加载时间 确实是进入游戏速度特别的快 下面这是PS4版 PS4版的分辨率是 在PS5上分辨率是1620P 而且还是锁30帧的 那这个就差好多了 它几乎用的是PS4 Pro的效果 所以最终幻想7的重置版 还是PS5的版本会好一些 而且是免费升级的 这是红蜘蛛 我买的是数字版 120多港币 这是2021年1月29号添加 添加到这个网站 4月份做了一个更新 它是为PS5做了更新 它也有单独的版本 这是PS5的版本 2160P 30帧 动态的1440C 性能版是60帧 或者2160C 60帧 这个2160C相当于是1512P 我拥有的是这个2160P和2160P 锁了30帧 画面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30帧就不舒服了 在PS4 Pro上也是同样的效果 PS4 Pro的分辨率还要低一些 在PS4上相当于是900P 30帧 在PS5上是2160C的分辨率锁了30帧 PS4上是2160C和1890C锁了30帧 在PS4上是1080P锁了30帧 再看一下最后顺患转2 在PS5上是1440P锁了60帧 相当于2K的分辨率60帧 在PS4 Pro上是1440P的30帧 在PS4上是1080P的30帧 古墓令10崛起 在PS5上有三种模式 1080P60帧 或者是4K30帧 或者1080P30帧 这两个我测试过 还是1080P的60帧更舒服 这个30帧有点头晕 在PS4 Pro上 2160C30帧 和PS5一样 1080P30帧 1080P40到60帧 PS4是1080P30帧 这个游戏看来优化的还是不够 古墓令11暗影 在PS5上是2160C的60帧 或者1080P的60帧 如果是1080P应该是稳定60帧 但如果是2160C目标是60帧 估计是达不到 在PS4 Pro上 1872C 或者1080P60帧 在PS4上是1080P的30帧 这个视频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到这儿 下集继续